我们的浪爷在朝堂之上略施小计 用吴国红炉四少卿王成岩的头颅化解了一场生死危机 如此一来引得国君龙心大悦 同时也更坚定了金氏家族在国君心中的位置 此时在朝堂上 就见沈浪上前攻身行礼道 臣的岳父不久前偶遇天降祥瑞之物 我今是不敢独占 便借臣初次上朝之日特来献给陛下 说完便让大傻打开了箱子 也就在这时 一只凶猛无比的巨型恶龟赫然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在场官员在看到乡中之物时 顿时一片惊呼声响起 随即而来的便是众人的议论声 如此庞然大悟气势威猛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玄武吗 而当夜见到大家如此震惊的反应也并不意外 毕竟这恶龟在东方国都本就是罕见物种 这般庞大的更是至少百年之上 自己可是让天道会花了好大功夫从海外寻来的 就是打算在关键时刻以祥瑞之物献给国君 以正金氏家族忠诚之心 此时只听国君笑问道 沈浪 这玄武理应是你们金氏家族的祥瑞之物 怎么会送到朕这里来了呢 沈浪功身一礼 陛下皇恩浩荡 越国的一切本就是您的江山 我金氏家族效忠于您 那怒朝城和郑玉士祥瑞的玄武自然也是属于您的 果然这一番说辞下来让国君顿感心情愉悦 好好好 看来这金卓确实是有心了 不过这么大的玄武乃是祥瑞之物 朕可不敢将它当作一般宠物 朕会专门建造一个池子让它居住 也可谓镇来镇守王宫 忽悠我越国封条与顺国泰民安 说完殿下指道 玄武伯金卓忠诚果敢正直无私 剿灭海盗拿下怒朝城 为我越国开疆拓土 如此大公特策封为玄武侯 其怒朝城乃我越国之疆土不容置疑 设令金氏家族代为管理 他人不得再有意义 国君两道口语说出 一旁的宦官当即便开始撰写圣旨 这时国君看向宁启继续道 策封侯决乃是大事 需要派得高望重之人前去宣旨 还要麻烦王叔亲自走一趟 宁起庭后公身 结果圣旨丝毫不耽搁地转身走出了大殿 至此 金氏家族统治陆朝城 及金卓晋升玄武侯两件大事尘埃落定 完美完成 不过 对于浪爷来说 朝堂上可还有最后一场戏没有演完呢 此时只见他突然朝国君说道 陛下 您对那封密信难道没有质疑吗 我岳父杀吴国红卢四少卿已过去多日 可这密信上的日期 竟是八天前才送出 难道我岳父在杀害吴国使者之后 还要再向吴王氏好吗 这分明就是有权臣与吴国勾结一起陷害我金氏 而且若是这吴国使者是秘密潜入怒朝城 为何这于成柱会对过程了解得如此详细 臣有理由怀疑于成柱已勾结吴国做了叛党 这密信也定是出自他手 为的就是逼凡我金氏家族颠覆我大跃江山 此人当初 绝不可留 于成柱听到沈浪的话顿时要被吓尿了 颤抖着手指向沈浪大呼他是血口喷人 紧接着便跪在国君面前立表自己的忠心 然而国君却是十分厌恶地望着他含声说道 来人 扒去他的官府押入黑水台大牢 此事必须彻查到底 于成柱听后心中顿感心如死灰 要知道这黑水台可是国君直属部门 但凡被抓入者几乎就是九死一生 就算活下来也会变得生不如死 而站在旁边的浪爷看着一脸绝望的于成柱被抓走 他的心情简直不要太好了 眼下有了国君坐靠山 此刻的他在内心早已化身为了一只手握屠刀威风凛凛的大螃蟹 就差当着国君的面横着走了 我沈浪怎么能这么厉害呢 目光扫过朝堂上的官员大臣们 看看 看看还有谁敢来挑战浪爷我 尽管放马过来吧 然而就在他得意忘形之时 国君的声音再次响起 红炉四主部沈浪咆哮朝堂殴打官员 如此无礼之举本应重罚 但这念你有功在申稷而从轻发落 则令免去你的官职回家面壁撕过去吧 圣旨一下正在心寸头的浪爷差点站不稳 随后一脸委屈地看向国君 这难道是自己挑太狠了连国君都看不下去了吗 怎料国君只是淡淡瞥了他一眼 神浪你小子别不知好歹 正可是帮你断了那帮想让你去杀蛮族送死的人的念想了